女人有了老公之后呢 就不应该再做这三件事了 因为做了任何意见啊 都会让你们的婚姻面临崩溃 记得转发给你的妻子多看几遍 第一件事 有老公后啊 就不要和异性频繁聊天了 有些女人呢 面对老公的时候啊 没话说 和别人聊天呢 就能聊到三更半夜 老公和她开心呢 她嫌烦 别人随便一句话 就能把她逗得捧腹大笑 外面的新鲜感非常吸引她 家里的顶娘柱呢 她却异常排斥 真心对她好的她不要 偶尔撩她的她爱得不行 从这感情里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你拒绝夫妻间的交流 那感情怎么升温的起来啊 作为女人 要学会自爱 身为人妇 要懂得道德和礼仪 二 有了老公之后呢 就不要再关心其他男人 很多女人呢 自己的老公 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对其他男人呢 倒是知冷知热的 老公挣钱养家 在外面受了一肚子气 你半句安慰都没有 其他男人呢 和你说她心情不好 你比谁都着急 到底谁才是你的法定伴侣啊 关心和照顾 是婚姻你的义务 别说什么 只是聊到不会出什么事的 暧昧 都是从聊天开始的 不喜欢的人 消息都懒得回 现在的人都那么忙 没点小心思 谁陪你废话 到时候一个吃醋 一个懂心 你想怎么收场 最后一件 有了老公以后啊 千万不要和其他男人聊新事 自家的事啊 都自己关起门来解决 没有人比你们更了解 你们的感情 尤其是不要和异性 说自己老公的坏话 感情里最危险的事 就是在闹矛盾的时候啊 和异性倾诉 人在情绪差的时候啊 最容易被趁虚而住 他安慰你 哄你开心 让你觉得相见恨婉 觉得他比你老公更好 到最后 你老公变成了坏人 而他呢 变成了善解人意的好哥哥 那你们的感情 能不陷入危机吗 婚姻里的烟火气呢 容易对伴侣产生嫌隙 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婚姻说到底呢 是场自我的修行 克制不该有的欲望 和珍惜眼前人 这两件事 是人生当中最难的课题 走到一起不容易 千万别轻易放弃